現在進行國民黨黨團提案第七條 請先讀條文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七條 對於成功研發本病毒之抗病毒藥物或疫苗 並首先有效用於國內臨床之團隊 衛生福利部因合佈專案獎勵金 其金額不得低於新台幣一億元 且向藥物及疫苗之研發 不得侵害專利營業秘密 以及排除親由政府強制授權等情形 第一項藥物或疫苗追有效性認定 及相關獎勵辦法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制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國黨團推派之代表發言 請邱委員太元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針對國民黨團版本第七條提案抗病毒藥 及疫苗研發的獎勵 對於成功研發本疾病之抗病毒藥物或疫苗 並首先有效用於鼓勵 這樣的一個內容利益良好 只是本席在這邊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面對我們武漢肺炎 也是我們的嚴重傳染性的一個肺炎 我國在防疫的政策 協數的基礎研究 臨床第一線的醫療防疫 以及相關產業的資源 可以說是全民動員 我們超越政黨 共同努力照顧人民健康 本席身為醫界的一分子 深表敬佩之意 第二我們蔡總統 不但重視疫苗的控制 也非常重視如何促進疫苗 抗病毒藥物的發展及採用 更親自視察了研發有初步成果的機構 其實給他們最大的鼓勵 行政院也有針對這個條文內容 做了詳盡的研議 確認獎勵的內容 已列在行政院版本的第二條條文之內 只要跟疫情防治相關的工作 都可以給予獎勵 所以先端的研發 一樣可以特別的給他們獎勵 另外我們在2007年 我國就有生技薪料產業發展條例 建立法治的鼓勵基礎 另外在機構及預算面 包括中央研究院 國務委員等等的單位 也有相關法治及預算 持續在推動 由於薪料跟疫苗發展是長期作戰 各位薩斯的疫苗那個時候的發展到現在也 後來也沒發展 疫苗最快也都要18個月 所以最需要的是我們要持續穩定持久來獎勵 這個才有用 因為這個條例其實只有一年半 所以由行政院版的第二條來保護 其實就很適當 其實相關的研發工作 我陳辱行政院 蘇貞昌院長所言 非常感謝國人能夠在這次的防疫最快時間 有了相當振奮的地步的進步 過去這段期間來衛福部就有關疫苗研發的鼓勵 陳時中部長也提過 包括保駕收購 臨床試驗 分階段的鼓勵等等完整的配側措措施 其實都有完整的來處理 所以請大家放心 我們還是建議維持行政院的版本 謝謝 好 謝謝區委員 接下來請蔣萬安委員發言 現階段大家對於防疫之上都有共識 我們也希望儘快擁有抗病毒藥以及疫苗 能夠優先有效的使用在臺灣的臨床上 目前各種包括隔離、檢疫、消毒、入出境管理 甚至停班停課、徵用口罩等等措施 的確對於降低疫情的傳播是有幫助 但同樣也影響到民眾的生活 以及接下來可能的經濟發展 所以研發有效的抗病毒藥物以及疫苗 才是真正解決目前疫情困境的方案之一 所以我們知道包括國衛院、中研院等等 團隊也好、科研人才也好 目前都積極投入相關抗病毒藥物以及疫苗的研發 所以我們認為成功研發抗病毒藥物和疫苗 應該要給予專案獎勵金 正向的獎勵方案 讓全球專業的人才能有更多的動能投入相關的研究 在上個星期我總質詢時候 陳時中部長也公開表示 相關獎勵金可以在相關的生技發展奠定非常好的基礎 他都願意支持 所以我要談的是 事實上保駕收購跟獎勵金是不同的概念 保駕收購存在有對價的關係 但是這邊的獎勵金是一種榮譽 是一種肯定 並非全然為了商業利益 而是一種對於科研人才以及團隊 他們的使命感、成就感給予正向的激勵 同樣我認為接下來 如果我們有獎勵金也展現政府對於科研人才的重視 展現政府的一個態度以及高度 同樣行政部門昨天在協商的時候 一直強調 短期內沒有辦法能夠有抗病毒藥物或疫苗的研發 但是我要提出來 是否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 即時研發出疫苗以及抗病毒藥物 應該是交由研發團隊去打拼 而非由政府部門、行政部門自我去設限 去否定這樣的可能性 政府部門的態度應該是要基於民眾的福利角度去製造機會 而不是要去阻礙機會 所以我們認為在特別條例裡面 針對疫苗抗病毒藥物 給予研發團隊激勵正向的鼓勵 讓大家全新投入 同樣也吸引全球國際的人才 一起投入研發 這才是真的對於台灣不管在國境的監督 以及接下來如果真的能夠在一年半內 我們找到抗病毒藥物以及疫苗 研發成功的結果 對我們都是有欺詐的幫助 你希望現在我們 大家共同讓各個面各個地方 各個維政面 謝謝蔣委員 接下來請林維州委員發言 院長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們這一條主要是國民黨版本裡面 特別有的一條條文 就是針對抗病毒的藥物或是疫苗研發 提供獎勵 也明確的訂定新台幣一億元的獎勵金 剛剛我們也聽到 邱太元委員特別提到 他是這方面的也算是專家 那他也提到說其實要研發疫苗也沒那麼快 會不會就是緩不計及 不過正因為如此 雖然沒有辦法說我們在防疫期間 然後真的讓疫苗很短時間出來 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更要鼓勵 這些願意現在投入的人 你知道嗎 這個研究疫苗不是做口罩 做口罩是現在做馬上可以賣 但是疫苗要投入人力 投入高的成本 要發很長的時間 那這個時候那更需要鼓勵 就是疫苗這樣子的投入 真的更需要政府提供相對的鼓勵措施 正因為他困難 正因為他需要時間 所以更需要鼓勵 我想這個不只是在解決防疫的問題 而且同時是一種振興產業 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 提升台灣的生醫科技的一個好的一個時機 所以我們強烈的支持 提出這一條條文 另外我也要再特別補充一下 其實這一次的防疫條例 大家都有共識 願意在最快的時間通過 讓行政單位有最充足的資源 有最強大的行政措施的法源依據 這個是大家的共識 其實奇異的地方不多 我要再一次強調 國民黨的版本裡面 最重要的有兩點 除了這個防疫被隔離者 被檢疫隔離者 要有一些相對的輔助措施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讓他們的請假是方便的 是看得到吃得到的 所以我們強烈的建議 一定要讓他可以很方便的請假 雇主也無後顧之憂 那另外防疫照顧架同樣的標準 讓雇主願意 讓員工請防疫照顧架 謝謝林委員 各黨團推派發言的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表決國民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祭兵表決 祭兵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順了 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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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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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